今天老铁们这个事啊是老大了 首先咱讲啥呢 你们如果今天刷新闻呢 我就不信大家没刷到一条新闻 就是俄乌局势 咱要多长时间不讲俄乌了 俄乌多长时间不给咱爆热点了 对不对 不给咱爆金币了 今天兄弟们他给咱上狠活了 为什么呢 俄乌今天出了几个大事啊 第一个大事谁呢 老仙去了 知不知道老仙去俄罗斯了 直到过扣不直到来兄弟们 而且普大帝真没把他当外人啊 自己开了个小电车 带着莫迪就溜的呀 在那个首相关里哒哒就溜的 但是美国跟你说啊 看完之后直接懵了 慌了啊 慌神坐不住了 就喊话 哎妈呀不好啦 说你们俩可不能这么好啊 说你俩这个关系啊 让美国非常担忧 跟你有什么关系咱就说呀 对吧 那么问题来了家人们 你咱就现在考虑啊 咱说有没有关系不重要 但是我们就想 说印度跟俄罗斯如果关系好了 对美国到底有啥影响啊 这是第一个事 那么第二个事家人们 什么呢 就是关于今天俄乌的事了 大事啊 今天全网 全互联网 全世界最大的事 就是俄罗斯大反击 直接开始 行动开始报复了 大反攻了 据说是数十架的轰炸机 包括三十多架战斗机 直接叮当 四五六干起飞了 二话不说 一个警告没有 对乌克兰全境 那是一顿大规模炮轰啊 而且基辅这次最惨 美国防长都蒙圈了 就大半夜打电话啊 就那个红色电话 挠挠就想 人家俄罗斯没打理他 打了就半个来小时 啊 就是最终呢 终于是跟那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通话了 但是我跟你说 这次谈的非常不好 啊 为什么美国这么着急啊 你们想想 我告诉你 绝对是俄罗斯 又踩了美国的猫尾巴了 又踩了他命门子了 有时候俄罗斯 能踩什么命门的呀 家伙你们想想 哎 如果说他的腰眼呢 是野门干着他的航母 那么命门的是啥呀 一个打击力量 一个防御力量 现在美国全拉 呃 这这这 这尿不湿干冰凉了 对吧 然后这第二话题 第三话题啊 就是 美国五角大楼 直接宣布了 说即将成立 乌克兰一个作战的司令部 而且呢 还要安排一个三星的一个将军 要坐镇 坐镇指挥啊 但是 欢迎还没落下呢 波兰有一架F16 直接干出事了 啊 你们没听错 这个消息你们可能没刷到啊 波兰一个F16出事了 直接撞了他们家 自己的直升机 然后坠毁了 然后正好就好死不死 就砸到这个 就正在建造的这个乌克兰作战司令部 家门你就说啊 就这个事出反常不 你们觉得是巧合 还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觉得巧合我扣不一 觉得故意而为之 我扣不二 反正里外里 今天波兰跟泽列斯基 签了一个叫防务协议啊 这个协议就是允许波兰在乌克兰境内 叫击落可能飞向波兰的无人机 一级导弹 那这个是怎么看 而且家伙们今天全互联网还有一件大事就发生在南海 有没有人知道南海咋的了 那个破船 我告诉你已经到了倒计时了 我们真的要对那个仁爱 叫那个破船动手了 两大部门啊 兄弟们今天联合发了一个报告 指出什么呢 说你菲律宾那个破船呢 你真是严重污染环境 你们不美西方天天恼恼瞧叫吗 说我们对什么山湖了 什么海洋了 也造成污染了 我们同意啊 我们严格遵守这个环保的这个任何协议 对不对 我们是爱好和平 我们是爱好环保的 就宇航员上天拍一个蓝色星球 最绿的地方就是咱家 为什么呢 我们这个人造林呢 包括我们植树造林呢 推耕还林呢 推耕还海还湖 做得非常漂亮 对不对 我们现在整个的说人工造林 占了全世界的50%还要往上呢 所以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你们提出来这个 坚决不能污染海洋啊 海洋是全人的生命啊 对不对 然后老铁们 就是借机拔高 一看说根源在哪 不是 是啊 这也不是阿玛的事啊 那不是菲律宾那边事吗 那破船天天排那个污水啊 那你严重违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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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环境了 怎么办呢 要不你菲律宾拖走 哎 要不呢 我就换点钱 我帮你们拖走 但是问题来了 家人们 现在这个方案一出 菲律宾能不能听话呢 能不能听话 你们觉得能够口婆一 不能够口婆二 啊 还有就什么 前两天咱们讲了 讲一个事 说美国宣 还有一个事家人们 啊 本台刚刚收到消息在今天上午 巴基斯坦咱家巴铁 也说了 公开支持伊朗 啊 要给伊朗提供武器 而且这个武器从哪来的你们都明白啊 也是买来的 从哪买的你们都明白 那么说到这老铁就问了 说现在面对阿富汗导弹是也准备参战了 美国咋整啊 真得下场呢 没办法了吗 我跟你们说 这次家人们啊 美国人干的事 那叫一个气人呢 气得我真的 我今天中午都手吃好几口饭 怎么个事呢 之前由于半岛问题 包括凤梨海这边南海问题 是不是啊 同时出现变故 美国五角大了 不是直接宣布了吗 说等林肯号到中东了 罗斯福号呢 赶紧撒牙的跑路 再回韩国附近 然后对这个亚太呢 进行威慑 是吧 继续作证亚太 结果就因为发现 阿富汗导弹是参战这个事 美国中央司令部 进行了几次战争推演 发现如果林肯号 一个航母打击群 自己个呆中东 那被摧毁的概率 不是被干啊 家伙们是被摧毁的概率 高达57% 而被直接击沉的概率 也有19% 你说这个后果家伙们 如果你是美国领导人 你能承受吗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啊 他敢赌吗 一根毛他都不敢赌 对不对 所以说这次美国先谈判 想让俄罗斯跟伊朗收手 结果失败了 那咋整呢 你只能干了 所以说美国直接舔着个脸宣布 哎 我罗斯符号 我不走了 我就留中东 我就跟伊朗 我跟俄罗斯 我硬核 我就正正正正面对面的 我跟你叮当四五六一下 对不对 那么说到这儿 老铁就问了 说罗斯符号航母 不回亚太了 那这边 亚太这边 空缺了 没有航母了 美国兵力全撤了相当于啊 那这不是给咱机会了吗 咱动不动手 我跟你们说啊 这就是最气人的地方 亚太多重要 这事不用咱说 美国老自己知道 对不对 一旦丢了 那我们就简直是了啊 叫那个大鹏一日腾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我恼恼的我们就发展 那得有多夸张啊 这事我跟你说 全世界美国比谁都清楚 对吧 所以说他肯定不会让亚太这边安生啊 所以说家人们 在宣布罗斯符号不走之后 美国立马给谁打了个电话呢 你们都你猜不着 有人说给日本吗 是不是菲律宾 是不是韩国 是不是找事呢 家人们你们全猜错了 全猜错了兄弟们 给谁打电话呢 有没有人知道的啊 哎呀我 真要知道给越南不是啊 给德国 给德国总理 朔尔斯脑下 走过去个电话 说赶紧的 你现在立马啊 就是那个大鹏这边有事的 你必须顶上啊 你还是你行啊 老德的 说你去那个小本子那儿 还有小韩子那儿 包括小飞子那儿 你签署个双边驻军协议 然后直接把德军干到亚太 当时朔尔斯一听都懵了 但他不敢反抗啊 就这么的 德国兄弟们一天之内 先跟韩国签了一个 叫什么安全协议 然后计划在韩国驻军 驻多少人呢 三千人啊 还有两艘军舰 又跟菲律宾这边 签了个安全协议啊 要在菲律宾也驻军 驻多少人呢 驻五千个德军啊 协助菲律宾 海军在南海搞事情 除了德国 包括谁呀 英国呀 荷兰呢 啊 大概十五个国家呀 全打算往亚太部署兵力 咱就说了就你们这些小咔的小缩的加起来 你十个八个的你加起来 你能赶上一个美国吗 美国都不敢在咱这这个五五玄玄 看着咱家都得扫一扫 你们几个加起来都不够咱家塞牙缝的 对不对 你说这也算实打实的 就是你不是不咬人你个人吗 你不埋着我们吗 你针对我们呢 对不对 你往死里整我们呢 你干我们妖眼的呀 说白了就是防止东大趁着中东大乱 美国被拖下水 然后干大事 这个事情兄弟们 也就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意味着美国这么部署之后 他在中东下场的概率 现在已经达到90%了 懂吗 要不然他不可能让德国英国这些国家 燃止亚太的 但是咱得多说两句了啊 咱就不提当年这个联合国军 被许愿军打的都啥样的 这这酷都提不起来 撒压的跑路了 就是现在 刚才我都说了 美国人你自己都不敢上 当时小飞的跟咱家海警船对峙的时候 那加拿大的军舰 美国的军舰 航母就在旁边看着 就不远的 你来呀 对吗 每一边你走两步啊 你都不敢来 你拍这些什么玩意儿啊 三脚猫功夫的 什么德国英国意大 来你们告诉我 今天你们全部都在刷新闻的时候 刷到什么话题了 啊 不管你刷什么新闻软架 只要你刷 只要你看电视 只要你听新闻看新闻就俩字兄弟们 环台 对不对 因为这次太刺激了 可以说有史以来力度最大 面积最广 以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军事 而且非常接近实战的一次演习了啊 叫环台军演 今天凌晨的时候 哗就干响了 这次一点不一样 有五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啊 有五个特别的地方 还有三个不一样的特点 也揭露了东部战区 这次满打满算的绝心 我跟你说脚一臂 眼一臂 心一横 脚一跺 你说不定啥呀 明天咱起床的时候 我跟你说 就小红旗擦满岛上了啊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什么呢 就环台军演 在五五旋旋 哭哭哗 整的正正火热呢 兄弟们你知道哪出事了吗 今天 来你们 就是我跟你讲 简直了 就这个事让我觉得太开心了 你知道哪出 哪出事了吗 就我们演习的时候啊 接近实战之演习的时候 日本出事了 开心不 来开心 我打开心啊 说有一艘执法船 来 咱也不知道咋回事 也不知道谁派的 咱就说莫名其妙的啊 就出现意外了 随后当着日本海上 自卫队的面咔嚓 家人们就沉海里了 这是为啥 不知道啊 当然再不明白 日本主动表着说 妈呀 这谁我都不赖啊 我们这就是可能是 那个驾驶员喝多了 完了触焦了 直接沉没了 哎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啥就在这个节骨眼 日本有一个执法船 突然就沉了呢 事出反船的必有要啊 对吧 这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咱们就得讲到乌克兰了 老铁们记不记得 我前两天说的 我说俄乌战争 这两天必然有大事 记不记得 就是乌克兰偷袭 今天又成功了 俄罗斯黑海舰队 现在这个损坏率 已经超过40%了 再也没有能发射 口径巡航导弹的 水面舰艇了 黑海 虽然当时都怒了 脑瓜子猛猛的 一个脑子两大 直接派了个潜艇 轰炸 罗马尼亚和乌克兰 交界出的火车站 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 你轰炸乌克兰就行了 你凭啥轰炸人家罗马尼亚呀 你知道咋个事吗 今天罗马尼亚 是北约第一个 向乌克兰公然派兵的国家 直接派兵了 屁股没做热乎呢 基地都没到呢 咔嚓让俄罗斯给干死了 你个小咔了 你跟谁俩嘚子呢 你跟谁俩呼呼哈嘿呢 对不对 今天啊 罗马尼亚这个事 如果没有还台 它是个大事 这是俄乌 还有什么事呢 中东 家门中东乱逃子了 中东现在呢 就是说实话 莱希总统啊 不管这个人在国内的口碑怎么样 就是包括一些国内政策怎么样 但是他的中东政策 在他牺牲之后 彻彻底底是看到效果了 像谁呢 像那个叫 我刚才说 说哪个国家来着 一个埃及 还有个叫啥 我给你看看啊 你看一眼 他叫突尼斯总统 埃及的外长啊 还有副外长 历史性首次去访问了伊朗啊 去去去看了莱希最后的一眼 还有像什么巴林呢 像什么卡塔尔啊 像什么阿曼呢 沙特阿联酋啊 这些国家全部到了德黑兰 去祭奠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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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希 所以也就说明莱希生前啊 他对中东整个的一个政策 包括他的外交政策 是非常正确的 也起效果了 那么今天家人们啊 这个效果不仅仅起在政治上 不仅仅起在形势上 还起在了军事上 为什么 大哥受群了 怎么办 大哥不敢 不敢跟美国干 一干经济受发展 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 老子不怕呀 反正我都这样了 于是怎么办 大哥不敢小弟帮你报仇 对吧 叫杀父之仇 那能的简直不共戴天 杀哥 杀我哥之仇 那也有点过分了 所以说今天啊 家人们 大哥没报仇 小弟直接帮忙了 阿玛塞了呢 黎巴嫩这种党 还有哈马斯 今天直接联合出手 两面夹击 对以色列叮光速度一顿干 但是呢 计划刚整起来啊 以色列战斗机 直接干到了黎巴嫩境内 精准执行刺杀行动 我跟你说多损啊 这次要干掉谁呢 干掉一个黎巴嫩的指挥官 还有一个伊朗的司令 还要干人家伊朗呢 但问题是什么 以色列他咋知道的呀 指挥官被斩首 围攻以色列的任务 还能不能进行 这个事是咱们今天第四个讲 今天这个消息都太大了 但是我们从哪说 肯定得从那个果牌说起 咱们家旁边说起 我相信啊 家人们你们应该新闻都看见了 是不是 怕什么事呢 今天的凌晨 6点吧 5点59吧 菲律宾那个补给船 说是强闯人爱交了啊 强出人爱交 结果呢 被咱家那个海警船给拦了 然后这个菲律宾这帮人给气的 当时小马克思击眼了 说去吧 拉去吧 给我盖他 啊 就这么的 菲律宾这个补给船呢 一头啊 就是压根的 人家没刹车 直接赶一脚油门 干到咱家的海警船了 我相信听咱家直播的老铁们 一听完这个消息 第一感觉什么 愤怒 对不对 第二感觉像啪啪 给他打大嘴巴的 但是今天家人们 我要跟兄弟们说的是 你们可千万别生气 你们可千万别着急 啊 甚至可能有一点点小兴奋 小高兴啊 比咱家的足球 借了18强都高兴 这不是我说什么反话啊 你们听我讲完 你们都知道了 为啥这个事 反而值得开心呢 话说啊 上个月15号的时候 老铁们 咱家的海警呢 出了一个新规定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 这个规定 说实话 我当时我也没在意 但是老铁们啊 今天我是彻彻底底 通读了一遍这个规定 也就是什么呢 在6月15号开始 啊 就是从前两天开始了 说我们中方将会依法对非法入境南海的非方船只进行扣留 并且可以对相关人员执行30天到60天的拘留 老铁们这个消息你们要不信 现在就可以去查 如假包退 为啥颁布这个法令 家们说白了 我们就是准备对仁爱交 还有仙兵交 这两个做他的破船出手了 那么看完这个消息 咱这边肯定是高兴啊 对吧 毕竟这菲律宾一个屁大点的地方 他在咱们这种太岁头上 上蹿下跳 你动土 你换谁谁都受不了 现在终于对他们出手了 完全那叫做民心所向 锣鼓喧天 他鞭炮齐鸣 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但是老铁们 这个消息一般不 啊 谁蒙圈了呢 不但菲律宾一听蒙圈了 老美一听也蒙圈了 啊 美国还好吗 毕竟是啥呢 就一个旗子没了 大不了换一个 对吧 但是菲律宾听完之后 骂呀 上蹿下跳啊 猴子屁股都着火了 啊 着急了 直接急眼了 小马克思就讲话了 说龙国你行啊 啊 你宰我神经啊 你后头发揍我呀 啊 你总这一出 我不相信 啊 仁爱交也好 鲜民交也好 你还想收回去 那逮你就不行 哎 你要是收回去了 我还有什么筹码 跟我爹去要好处啊 所以说老铁们 就在法律生效之前的 头一天啊 前一天 也就是6月15号的时候 菲律宾这边 立马就开始行动了 在法规生效的 一个小时前 先是派了一艘海警船 带着大批量的食物啊 水啊 就跑到那个仙兵交 那个坐摊 那个60多艰 那个军舰 那个破船旁边的 哭哭就是倒通物资啊 但是就在转移完物资之后啊 这菲律宾海警船刚想走 扭头一看 火 兄弟们 出大事了 说龙国啊 在法规生效的第一时间 直接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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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去了八艘军舰 其中包括有一艘是07127的 叫登陆舰 还有一艘什么呢 4万多吨排水量的075 两栖攻击舰 而且075兄弟们 人家是直接给你干到仙兵交 这也就算了 最关键是什么事呢 就这次来啊 075这俩人也摊牌了 两栖攻击舰 人家也不装了 直接给你来了一套全副武装 哎 传上什么 要直升机 有直升机 要气垫停 有气垫停 甚至连坦克装甲车 全都进入到战备 兄弟们咱就说这个火力啊 你别说说手是什么 裹牌的坐胎小破船的 你就说直接菲律宾换个首都 我就问你行不行 这个火力嘎嘎一嘎是够啊 对不对 哎也就这么的啊 菲律宾运送补给这个海警船 当时少席里正嘎经理了 蒙圈了 你说走吧 你咋走 外面八艘军舰 八艘军舰给你堵着呢 农国的军舰围着呢 前几天咱那讲韩国 哎给我闹了个大笑话 真的 还太可爱了 怎么个事呢 前几天啊 韩国方面突然整出来个警告 说如果俄罗斯向朝鲜提供高精度的武器 韩国会对乌克兰援助不设上限啊 说韩国就不设限了啊 我所有东西我都给乌克兰 这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 说实话 当时我看完这行为我都笑了 我都懒得说 就咱就说以韩国那个水平 你是谁呀 你是三宗大理魁呀 你别说你给乌克兰送援助了 兄弟们 你就直接你把韩国整个国家来 你给我空降 你全都搬 你搬乌克兰去 行吗 啊有一个算一个 有一个武器算一个武器 你来来来 你全去 你全就过来帮忙去 他我跟你说 一个星期之内全给你干废了 信不信 你还有啥结果 没有啥结果 你别忘了老兄弟们 俄乌现在叫特别军事行动 那不叫开战 老毛的每每每人说我没动手呢 他你不上商业 你谁呀 所以说这几天 就这前两天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就整个我这他笑话听 我就过去了 结果老兄们 我还没想到 前天 俄罗斯不是把那个美军的RQ4全球员无人机给揍了吗 干干干干干干降落了吗 干干废了吗 然后零零部架啥子 全让人俄罗斯拿走了 美国防长 奥斯汀大海旅 紧接就跟俄罗斯防长去通话 啊 说咱俩别误判了 大哥别打呀 啊 但是这个小小的韩国 他坐不住了 哎 大哥都已经闭话了 小弟翻版了 怎么回事呢 隐隐一看之前 警告俄罗斯之后 克里蒙能公 不是没有回应吗 人都没搭理他 他以为说啥呢 他以为普达蒂害怕了呢 咱也不知道咋想的 哎呀 前两天完了 哎呀 这个这个韩国这个事 咱哪天有时间啊 咱真的系统说一说 老老着笑了 于是就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啊 韩国国王部长再次站出来说话了 哎呀 我天呐 说俄罗斯啊 我现在我 我就奉劝你啊 干啥事你 你深思熟虑 哎 如果想到俄乌冲突后 恢复并发展 韩国与俄罗斯的关系 仅仅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 啊 俄罗斯你的 你的努力啊 啊 说你 你要想干嘛 韩国好 要不我们韩国都不带你玩 你干嘛好 你得努力了 哎呀 我韩国不给你好了 如果你俄罗斯不想努力的话 韩国不介意 兄弟们 请 请 知道的挺啊 瓜子准备准备好呢 8加1准备准备好 来给你们10秒钟时间准备准备啊 给你们个下酒菜 然后 水都咽气 饭都咽气 别喷了啊 韩国说了 俄罗斯你要再不努力啊 韩国就把你俄罗斯给你灭了 让你在地球上消失 来敬大家一口啊 这个笑话我不知道你们听的 着不着笑 当时听完这小酒都蒙圈了 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一想这韩国人咋假酒喝多了还是咋的呀 那日本排的喝废水是不是都让他们喝了呀 威胁俄罗斯 你爹都不敢威胁 美国都不敢这么说 而且威胁人说 还不是普通的威胁 就说要把人俄罗斯给灭了 啊 蒙不蒙圈 老大可能就会说 说是韩国可能就是一个夸张的手法 啊 主要是想吓唬一下人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要这么想的话 韩国人听完得气死 能臭你家 真的 人说了 我可没吓唬人 我说的是真事 哎 我韩国我真的把俄罗斯给灭了 你知道吧 有人说苏罗斯你哪怎么肯定呢 我告诉你 因为威胁完之后人生有动作了 啊 真有动作了 威胁完之后呢 韩这个国防部长啊 就直接讲话 说韩国对乌克兰这个武器支持 有多种选择 也有杀伤性武器 与非杀伤性武器之外的分类方法 不过呢 韩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这个水平 取决于俄罗斯今后的态度 这话听得我都大嗝了老铁们 就相当于在警告俄罗斯 你们趁早悬崖勒马吧 啊 要不然我们可能会考虑啊 向乌克兰提供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 看完这个我直接就 我就联想到当初 烧一股那个憋不住笑的那个明场面 就小样子 就你啊 你妈 哎呦 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咋的呀 嗯 你四官里有洗腿 嗯 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大胆啊 你多大的胆 你有多大的彩啊 有个人为我等待啊 说的是你们 好歹老子也是先这样饭 我喝着孤独的酒 对着自由的风 一生里做的只有自己的梦 他怕是 有酒 拔而有空 该遇到这人 他总会想过 我们听两首红红 还需要怕什么红 有笑容对着生活的戏动 别在意大学嘲讽 有的成功 都来自那些不写实际的梦 我喝着孤独的酒 吹着自由的风 比生里做的只有自己的梦 大蓬蓬来的游走 停满了入口 再遇到的人 他总会相逢 我本就两首空空 还需要怕什么痛 有笑容对着生活的戏动 别在意大学嘲讽 听说要的成功 都来自那些不写实际的梦 感谢韩苏阿雪 感谢家人们 好听是不是啊 真好听啊 这个歌也好听 这叫我是人间限量版 最近我喜欢唱的两首歌啊 就是我是人间限量版 我再听一听我就会唱了 过两天我就可以 唱太棒了 始终生败败 别 这个歌叫我是人间限量版啊 现在这个歌叫人间半途 岁月 摸 啊 冷眉上 慢慢学 会玩笑 啊 这个性格是个唱男生的歌啊 八 八九探听声 把往事熬成药 依旧风 进藏间 从此五年少 我为月亮皆花哨 真好听这个 是吧 这句话 别闹 那万万谁 万万是我们自己家的 干啥要打烂他呀 对吧 即使所有的和平手段都用完了 那我觉得北平模式仍然是我们的最佳模式 围而不打 以围 触变 围 点 打圆 对吧 长期围到 谁跑过来啊 闯暴于一圈 谁想援助 就弄你就捶你 美国要想躲在后面 那就只能祸魂日本来闯 真到那一步了 美国多半就会发现 本来给龙国挖的坑 怎么好会砸了自己的脚 给自己给埋了 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来兄弟们 我知道你们啊 听这个 只要但凡关注国际局势的中国人 一定是关注万万的 对不对 那这有人说 为什么说美国挖的坑 会把他给埋了呢 首先我们说了 在 就是我们放眼啊 就是目光所及之地 能让我们说看上半辣眼珠子的 就是睁眼睛看看的 也就小本的了 对不对 那么日本海军海空军确实挺强 咱有啥说啥 确实是个好的炮灰 但是他有个缺点 你知道什么缺点吗 二战时候的波磁坦 波磁坦宣言 也明确规定了 说日本领土啊 他只有本岛的四个岛屿 也就是说什么呢 老生常谈的话题 像琉球 钓鱼 冲之鸟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 如果日军来闯我们的包围圈 我军直接可以把战场 嘎就推到这些小岛上 击败日军的同时 旅行一下二战条约 毕竟我们也是武昌之一啊 对吧 琉球上不少人 该独立咱就独立了 人也不少 那个无人小岛 该接管就接管 该托管就托管 事情如果真发展到 这一步老铁门 那就有意思了 东亚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可不止农国一家 你别忘了 还有俄罗斯呢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我们真的是都有义务 落实联合国的决议啊 真的 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俄罗斯愿意插合进来吗 对不对 此 Undert的 我去飞机 下在什么